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而口吐火焰 时而生吞刀剑 时而双足踏水行走 大家看得瞠目结舌 可是当郭敬黄荣上前询问红七公的下落时 求千任见到他们二人后面色略显尴尬 随即他干咳了一声道 红帮主的下落呢 我是知道的 但是求某人向来的规矩 你们也应该知道吧 他望向郭敬道 你擅长什么武功 这话问得突然 郭敬没做过多反应 吐口而出道 降龙十八掌 求千任面露喜色道 你就把这种掌法交给我好了 我学会后 保管告诉你们红帮主的下落 黄荣眼珠转动道 那先容我们商量一下哦 于是静荣二人就住在逍遥馆中 求千任为了学习上等武学 对他们的招待倒是非常周到 入夜 黄荣带着郭敬偷偷来到白天比武的地方 他对求千任古怪的武功非常好奇 这里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他随手拿起江湖豪客白天比武时用的那把钢剑 结果发现那剑身是可以收缩回去的 怪不得那老头可以口吞宝剑 原来使用的无非都是江湖骗术 那么土火 穿行 水上飘等等绝技 一定都是障眼法咯 二人研究了半天 果然不出所料 那水上飘绝技 无非就是事先在水下放置好木桩 这位求帮主已经牢记了方位而已 黄荣正兴高采烈的研究 忽然听到门声响动 求千任带着庄客们已经赶来 双方言语不合 当即动手 黄荣已经看穿了求帮主的把戏 对他不再畏惧 不到一盏茶的功夫 求千任连同所有庄客 尽数被他们击倒 黄荣想不到就这么一个江湖骗子 竟然能令天下豪杰惧怕 这也当真可笑至极了 就当郭靖二人准备离开逍遥馆之时 大门一开 欧阳峰和杨康竟然走了进来 原来日前杨康也听说逍遥馆的大名 于是登门上前询问关于五目遗书的事情 结果无意中却知道了郭靖黄荣在此 他心中暗喜 立刻返回王府 把这件事情告诉欧阳峰 狡猾的杨康早就看出欧阳峰修炼九阴真经出了问题 而郭靖正是真经的关键所在 这欧阳峰也很爽快 立刻答应了杨康 只要抓住郭靖 那么他可以帮助赵王取回五目遗书 郭靖现在的武功虽然每天都在进步 可是和欧阳峰这样的一代宗主相比 那还相差极远 靖荣二人连忙又返回馆内 这馆中的机关密室反倒成了阻挡欧阳峰的最佳力气 趁着对方疲于破解机关之时 郭靖二人早从另外一个通道跑出了逍遥馆 二人对欧阳峰怕的厉害根本不敢停留 一直跑到天亮这才停步 正当他们以为终于安全的时候 却不料从树丛中跳出一个怪人 这人口中嚷嚷着 我叫做恶极老人逢人打 你们两个小娃娃快点让我打一顿吧 黄荣正没好气 见这怪人无礼也不答话 越将出来就使出了桃花岛的绝招 郭靖怕他有闪失也上前相助 可没想到这个恶极老人竟然是位高手 就见他谈笑之间已经把黄荣点住了 郭靖一脸惊慌连忙向他请求 可当这位逢人打前辈看到郭靖默默唧唧的请求时 竟然很是烦躁 突然他一把摘下了面具 露出了本来的面目 郭靖又惊又喜 这位武功出众的逢人打竟是大哥周伯通 既然老顽童现身了 那么师父当然也在附近 周伯通把他们带到一所住宅里 果然七公正在此处养伤 师徒相见之后 七公倒是夸起了老顽童 黄荣真没想到 疯疯癫癫的老顽童对七公真是不错 不但每天精心照顾 还时不时的运工帮他疗伤 而师父的伤势也大有好转 只是周伯通做饭的水准太差 这些天来已经把红七公淡出水来 他一看到黄荣立刻就催着他赶紧做饭 这一天 七公回忆往昔 不禁发出了感叹道 我老叫花几十年来吃的好东西 也算是不少了 但是一直令我难忘的一道菜就是 黄公大内御厨烹饪的鸳鸯五真会 那才真是菜中的极品 也不知道我有生之年 还能不能再吃上一回了 老顽童和黄荣 都是精力弥漫之人 听七公这么说 他二人立刻跃跃欲试 要抓御厨回来做菜 可是七公摆了摆手说道 这道菜难就难在器具 炭火和食材必须要配套使用 光抓御厨来是做不出成品的 黄荣微微一笑道 这有何难呢 不如咱们偷偷地溜进黄公 住个十天八天 保管师傅吃个够 除了郭靖比较谨慎外 其他三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主 他们说干就干 立刻起身前往林安 数日后来到一个小村庄 此处距离林安已经非常近了 众人连日赶路 有些困顿 于是决定先在村落里 找个住处休息 村落不大 正巧 有一家院落大门敞开 看屋内非常破旧凌乱 四人信不走入 郭靖还不知道 这个村庄就是牛家村 正是当年郭阳惨案的发生地 大家谈论之时 老顽童耐不住寂寞 独自走到院子里乘凉 他忽然发现 一个奇怪的人 头戴面具向他走来 漆黑的夜里 那人一蹦一蹦的 倒很是甚人 老顽童玩心意气 也就不管不顾了 结果他发现 戴面具的那人 和他是同样的心态 对自己也很好奇 这两个人倒是能玩到一块 当那人摘掉面具后 周伯通发现 他竟然是一个年轻的女子 只是满脸脏兮兮的 衣服和头发都很凌乱 一脸呆萌的深情 原来是个傻姑娘 二人进到屋内 这傻姑对这里倒是非常熟悉 看来这个大屋子就是他的家 可不论黄荣怎么问他 都得不到答案 傻姑倒是傻得厉害 连父母是谁都不清楚 第二天一早 四个人离开了傻姑家 前往临安 一路无话 行到傍晚时分 他们已经找到皇宫 待到夜深 私人跳过高墙 走进了皇宫大内 七公当年为了吃鸳鸯 五真会来过一次 所以是轻车熟路 在他带领下 私人很快就找到了 御厨房的位置 他们偷偷地潜入进去 七公兴冲冲地把所有锅盖 都掀开查看 没曾想运气真好 还真的发现了一盘 刚刚做好的鸳鸯五真会 他伸手拿了一块 扔到嘴里 立刻就闭上了眼睛 满脸陶醉之色 看这家事 就是房子着火 他也不管了 七公独自在美食之中 望我陶醉 其他三人就这么陪着 时间一长 黄荣又耐不住寂寞了 他让老顽童陪伴师父 自己拉着锅镜 出去到皇宫里 四处转转 他二人东瞧西看 不知不觉 走到了后花园的一个瀑布旁 这是一座人造假山 引来的河水 从上而下形成瀑布 假山前面 修有亭台楼屑 大概是皇帝 看风景时休息的地方 黄荣眼尖 他忽然看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 这几人正是沙通天 梁子翁等 一杆大内高手 黄荣心念一动 在这深夜之时 他们几个来此皇宫内院 要做什么呢 请看下集 郭静再会 欧阳峰 我是喜欢说电影的宣童 请关注我家新浪微博 与微信公众号 会有本期文案 喜欢看文字的小伙伴 请扫码加入 再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心得体验 与人生感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